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itin.com为大家提供的NodeGS系列教程 我是主角老师大地 这一讲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Express加MogoDB的商品管理系统 在上一讲的话 我们给大家讲了这个数据库密码的一个加密 以及我们数据库密码加密后 我们如何进行登录 然后接着又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商品列表数据的写实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你无论是用户登录 还是我们这个商品列表显示 还是回头我们要做的这个 做的我们这个数据的增加以及修改删除 它都需要连接我们这个数据库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想的是对我们这个MogoDB的一个数据库进行一个封装 那行 首先的话我们封装的话 我在这里边新建一个要新建一个目录叫module modules 然后在这里边的话放我自定义的所有的模块 那在下边的话 我首先新建一个新建一个我们这个dbdb点这个gs 然后这个文件里边就是就是操作我们这个数据库的一个模块 就这个db.gs就是操作数据库的一个模块 显得新建好以后我们先不急 我们先运行一下 看我们这个项目能不能跑起来 能跑起来以后 那我们再对我们这个数据库连接以及操作进行一个改造 那首先的话 我运行运行以后 打开打开以后 我们还是登录一下 看能不能运行起来 enemy123456点击登录 那这时候的话 他有时候外一登录不上去 或者告诉你数据库连接失败 是因为啥呢 是不是因为你这个mogodb数据库没有开启我们这个服务 就没有开启mogodb的服务 那这里边你看一下 我把它开启以后 那这里边是不是就连上了我们这个数据库 并且把我们数据库里边数据是不是给我写出来了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把我们这个数据库进行封装 那封装的话 首先的话 首先我们是不是要新建一个连接数据库的方法 那你要新建连接数据库的方法 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 是不是要需要把我们这个mogodb这个模块引入 所以这时候的话 我就把首页一定要注意 我把app.js里边的 我把这个文件给他 就是我们这两号代码 连接数据库的模块 我把它分离出去 放到这 一个叫db-ur 那db-ur回头我们放到这 我们回头再放到一个配置文件 行 那这下就把它分离出去了 分离出去以后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在里边新建连接数据库的方法 那行 那我新建一个方法 方式叫刚刚 conect connect一个db的一个方法 首先新建一个connectdb的一个方法 建完以后 那我通过mogoclet mogoclet 叫conect 来连接我们的数据库 连接数据库的话 首先这里边有个地址 那我们这里边叫db-ur 然后这里边有个回调函数 回调函数里边给我们返回一个叫db 叫ererror和db的两个参数 对吧 那如果这里边是er 就是如果他返回一个错误信息 说明我们数据库是不连接失败 那我就答应数据库连接失败 数据库 连接失败 连接失败 log一下 行 然后返回 那else是不是就成功 成功的话 那我们要做什么操作呢 大家看一下 就是回头的话 我们这个数据库连接 它是一个公共的一个方法 公共的方法 那成功以后 我们这里边是不是可以做 增加修改 删除的操作 修改 删除 是不是都可以啊 还有写式对吧 增加修改 删除 写式 那所以这下边具体执行什么内容 我们是不是不知道 我们要根据什么来知道他执行内容呢 根据你这里边给我传进来的内容 比如说你要做什么呢 你要做一个增加的 做一个查找的操作 那我们看一下 就是数据库查找 数 数据库查找 数据库查找的操作 就是我们查询数据 查询数据的话 那我们回头想是给外边暴露一个 Find的一个方法 你看一下 就是我们 express express.fi 等于一个方式 还记得我们这个模块化吧 对吧 我模块化 我们可以通过 module.express 也可以通过 express 来暴露啊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 module.express 来暴露 也可以通过 express 来暴露 那这样的话 外边就可以反问我这个 Find方法了 那我这个 Find想干啥呢 是不是想查询数据 我们用法是这样的 就是回头 我通过 DB DB.fi Find传入我这个数据库名 比如说 U的数据库表 U的表 然后这是查询条件 然后这里边 就是他的一个 回调函数 那这里边就能拿到 他这个数据 就在这里边 我就要拿到 他这个数据 稍等一下 看一下 就是我要封装 这么个方法 回头 我查询数据 我直接通过 DB.fi 我就能查到 把他的这个 集合名声传进去 传入一个查询条件 然后回调函数 回调函数 一二 然后data 那这个data 就是你给我 反馈的这个数据 行 就是封装 这么多方法 那你仔细看了 那如果我们以前 我们以前进行操作 数据互动 怎么操作呢 我们首先 是不是要 Mogo Mogo Connect Mogo Clite 叫Connect Connect的以后 那接下来 你是否通过 DB 比如我们要查找 DB.colec Collection Collection谁呢 是不是 我们这个集合名声 也叫表名 所以这周到 我在这里边 我首先传入一个 叫Collection Name 这就第一个参数 Collection Name 传进来以后 那我放到这 对吧 Collection Name 点 点什么呢 点Find Find的话 那我这里边 我要把查询的条件 给你传进来 那就传入一个JSON 这叫查询的条件 然后接下来的话 那就是个啥呢 就是你查询完成 我是不是要给你返回数据 返回数据 那我用一个CLDCK 回调函数 因为它是个异步 你不能直接返回 对吧 所以我们这里边 用个回调函数 把你查询到的数据 给它返回 就这么个逻辑 那你仔细看一下 那这里边的话 我们要做什么操作 就是我们要修改 函式查找数据 是吧 这时候要把我们 这些内容传到哪 是不是传到这 所以这时候的话 我们也是用到一个 回调函数 仔细看 我们在这里边的话 我们是猫狗猫狗 这个clad connect 连接数据库的话 我这里边 连接成功以后 我执行一个回调函数 clbck 执行一个回调函数 然后这里 比如说 它连接数据库成功 成功以后 我把水担 把这个er失败的信息 和db给你返回 给你返回来 返回来 那接下来 你看一下 我们下面 我们连接数据库 我们就可以这样做了 首先的话 我们调用水担 调用下面 mogo connect db connect db 我们传入一个回调函数 传入个回调函数 仔细看一下 传入个回调函数 传入一个回调函数 传入回调函数 那这里边 给我们就返回了啥呢 返回了eer和db 啥意思呢 仔细看 我们这里边 是不是传入一个 叫回调函数 这种东西 传入回调函数 那你看一下 我们这里边 调用了connect db 是不是 把这个回调函数 当做一个参数传过去了 那参数传过去 就像那样 我们把这个方法 复制给了callback 就比如说 我们val一个clbck 等于谁呢 等于我们这个方程 就是我们刚才 这里边传值 这里边 是不是给它传入个回调函数 现在把这个回调函数 复制给了这个callback 这个参数 复制给它以后 你连接数据库成功以后 然后我们这里边的话 我是不是通过callback 来调用这个方法 调用这个方法 那这里边的er和db是谁呢 是不是就是我们连接数据库 成功的这个数据 然后我们传到这个callback参数里边 传入进去以后 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在这里边就拿到了他这个 数据库的一个信息 以及失败的信息啊 所以的话 你既然知道这个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在下边 是不是我们就拿到了这个db 就是你这里边把这个回调函数传进去 传进去以后 那这个db是谁呢 就是我们这里边的db 行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干啥呢 是吧db.corectio collection collection collection谁呢 是不是我们collection name 点一个file file的查找条件是什么呢 查找条件就是把我们这个json放进去 也就是第二个参数条件 行 查找完成以后 那我们 因为查找完成以后 我们得把它复制给一个isurt啊 复制给result 这个对象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数据库里边的数据 对吧 我们要拿到这个数据 我们要通过 就是通过我们前边讲的一尺方法 也可以便利 我们通过一个toary 也可以toary 然后function 方圣里边 那就是一个删达 er和一个data er和data 那之后我们是不是在执行callback回调函数 就是你拿到数据以后 我是不是把这两个给你返回啊 当然你也可以删达 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toary里边 是不是传入一个conback 如果你能理解的话 先我们先就这样做 就是 拿到数据执行回调函数 拿到数据执行回调函数 先那这样我们一个查找的方法就 就封装好了 就是db数据库里边 查找数据的一个方法就封装好了 封装好以后 那接下来我们用的话 怎么用呢 就通过db.fi的一个表面 一个一个叫什么呢 这叫查询条件 然后一个回调函数 那这样就可以拿到数据了 那这个回调函数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你把这个回调函数 付给这个conback 他查询完成以后 是不是执行你这个回调函数 那这时候我们在外边 是不是就可以拿到方法里的数据啊 行 那接下来我们在我们这个 app.js里边 我们引入水呢 那这时候我就不引入水呢 不在我们这里边引入我们这个猫 猫 猫 db的这个模块 我们就直接引入猫 直接引入我们猫丢下边的db 是不是就OK了 就是我们直接引入猫丢下边db db等于谁呢 等于IQIRE 直接引入我们这个模块 下边的db.js 这就是我们自定义的一个模块 对吧 db.js 引入以后 他是不是把这个模块 就是暴露的一些方法 复制给了我们的db 当然你这个db也可以大写啊 这就是数据库操作的模块 行 引入进来以后 那接下来我们对我们这个方法进行一个改造啊 仔细看 那首先的话 我们我们在哪呢 在登录的时候 我们要做改造了啊 登录的时候 你这里边是不是还猫 够clad.connect的连接数据库啊 那这里的话 我们就变了啊 我变成什么呢 直接变成db.fire的 仔细看 db.fire的把谁传进去呢 把我们这个user传进去 这是不我们这个表名啊 集合名称一定要注意 集合名称啊 我们要是个supr 这叫表名 传进去以后 第二个参数是啥呢 是他的一个查询条件 那查询条件和刚才是不是一样的 行 把它放进来 这就是查询条件 然后第三个参数 是一个回调凯数 就你查询完成以后 在这里边 他会给我们返回这个 查询 就是你查询当的数据 行 那接下来是不是就到这了 到这了 当然你er也可以在里边处理啊 是不是就到我们这里边了 toary也不需要写了 然后这里边 是不是我们只需要判断谁呢 判断他这个 判断他这个谁呢 他这个有没有登录成功 都把它删掉 删掉以后 我就直接在这写了 太好 就是if data.less 大于零登录成功 else是不是登录失败 但这里边要注意一个东西啊 就是我们刚才封装 db数据库的时候 我们就是这里边 这里边的话 我们忘记啥呢 是不是忘记关闭数据库了 我们首先db.crosd 关闭数据库啊 关闭连接 这样性能会更高一些啊 关闭数据库连接啊 行那这时候你看一下 那这时候是不是就封装的 简单一些了 我们直接通过db.find 一个一个user user这个集合 然后这里边是条件 然后下面就是成功 失败的不条函数 不需要我们以前那么麻烦 对吧 行那这个就ok了 对吧 这个就改造完成 改造完成以后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东西 要改造 就是商品列表 对吧 那商品列表的话 你看一下 那这时候我们也是写了一大堆 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只需要啥呢 只需要把它这里边 这个render拿到 你仔细看啊 我把这些东西都删掉 删掉 没有这么麻烦了 对吧 我们直接通过啥呢 通过db.一个 db大写的啊 db.find find谁呢 find p-r-o-d-o-c-t product表 那查询条件是啥呢 查询条件是任意条件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回调函数 回调函数里边 那我们就拿到了谁呢 拿到了这里边的data er 首先接听个er 再接听个data 当然你也可以处理 这个er 也可以在哪处理呢 也可以在我们这里边处理啊 也可以在这里边处理这个错误 其实我们在这里边 在哪呢 在这里边 一定要注意 在这里边处理这个错误 这个er是谁呢 这个er是我们查询数据的 这是回调函数的er 对吧 然后这里边 这是查询数据的er 那行 那这里边 我还是把它名字改一下 尽量不一样 就是你这个 失败以后 其实你这里边查到数据 这个er 我们可以在这里边处理啊 这是查询数据的 失败回调 这谁呢 这是我们数据库 连接的失败回调啊 当然你这里边也可以 就是在这儿 回调的时候 因为我们上面 是不是已经处理这个er了 你也可以把它去掉 直接写个callback的db callback一个db 不对 我们数据库关闭 不是在这儿 我们得查询完成 在关闭啊 callback db 注意啊 这是查询数据 对吧 查询完成以后 callback把db返回 在这里边的话 你是不是就可以 不管这个er了 不管数据库连接失败了 因为数据库连接失败 是不是你已经处理了 行 那接下来 我们拿到数据以后 我们关闭数据库 关闭数据库 放到上面 下面都行啊 那这样就ok了 ok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在商品列表 这叫商品列表页面 你看下我们这个电码是非常精简 商品列表 看一下 直接db.find product 然后一个条件 然后一个 一个回调函数 对吧 就是你直接这样查 表示查询成功 成功以后就拿到这个数据 拿到数据 直接渲染 搞定了 行 那我们这时候运行一下 看有没有错误啊 那这时候的话 程序运行起来 运行起来 我们再刷一下 它会跳到登录页面 跳到登录页面 我们enemy 然后123456点击登录 走 看一下成功没成功啊 没有错误 没有错误 是这里卡死了吗 果然是我们这个数据库 这边卡了一下 登录成功 登录成功 数据是不是也拿到了 数据是不是也拿到了 这个项目可是我们刚才 这边修改过的项目啊 你看一下 我们可没撇大家啊 你看一下 我们再改成3004 你看一下 重新运行一下 仔细看 我们这里边改成3004 那这样是不是也跳到登录页面 跳到登录页面 我们输入一个enemy123456点击登录 那这样是不是就OK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 把这个方法就封装好了 什么方法呢 就是查询数据库的 查询数据的一个方法 就封装好了 就在这 这叫查询数据 那接下来的话 那我们快速的把tata方法也封装一下 那我再封装 比如说我们再封装一个插入数据 叫增加数据 增加数据 那增加数据的话 怎么做呢 仔细看 那增加数据 首先我们叫 叫什么呢 叫insert insert 是不是叫插入数据 插入数据的话 那这里边 首先你给哪个表插入 对吧 然后插入的数据是什么 然后回调函数是什么 那就OK的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首先 是把连接数据库 也是调用我们刚才的这个 connectDB连接数据库 连接成功以后 它这里边会 会执行我们这个回调函数 执行回调函数以后 就会把它 的这个参数给我们传过来 就这里边这个DB 传过来以后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DB.2 C-O-L-E-C-T-I-O-N collection collection 谁呢 collection 我们这个集合 我们是不是叫connection name 我们要封装这个方法 connection name 然后给这个集合里边 是不是要插入数据 插入数据叫insert insert i-N-S-E-R-T insert O-N-E-Y 插入什么数据呢 那就是我们这个JSON数据 那插入完成以后 它这里边会执行个回调函数 行 执行成功 成功以后 那这里边 当然它有 它这个执行回调函数 回调函数可能成功 可能失败 对吧 它这里边会有给我们返回 ERO2和谁呢 和我们这个data 和data 那接下来的话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是不在callback 把我们这个数据给它返回回去 数据返回 当然你也可以怎么做呢 仔细看 就是这里边执行个回调函数 你也可以直接把callback放到上面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那我们还是写成这样 大家容易累解 那增加数据就成功了 增加数据成功 那我们同理 我们在账目画虎 还有是那updat update 叫修改数据 修改数据 你也是db.collection.update 是吧 updatey 有一个 updatey 然后你要修改的数据是什么 然后你要修改成什么数据 所以我这里边传入两个参数 一个叫json1 一个叫json2 json2 就是你这里边首先第一个是你查 你要修改什么数据 然后你要修改成啥 修改完成以后 我执行回调函数 所以下边的话我们继续改 就是下边的话 db.collection.collection.updatey 更新数据 更新数据 像这些方法是在哪里来的呢 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给大家讲过 是不是在我们这里边 在我们这个操作数据库 在这里边就有 你比如说更新数据 是不是叫update 那你往下拉 它这里边是不是叫一个updatey 所以我们写的都是我们前段 前面给大家讲过的 回头你再看一下 或者看一下这个文道 updatey 那就是里边updatey 然后首先你要 就是要更新数据的话 首先你第一个 就是你查找的数据 更新什么数据 然后第二个是啥东西呢 第二个就是你要 更新的数据 那我们先把callback去掉 首先第一个是你要 你要查找什么数据 第二个你要更新的数据 更新的数据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是不是一个dollar 一个set set一个括号 然后把你这个数据 是不是放进去啊 一定要注意这种写法啊 dollar set 这是一个 就是我们第一个参数 这是一个查找的条件 然后第二个条件 要注意啊 这里边是一个 是一个括号啊 括号一个dollar set dollar set 然后把我们这个 json2放进去啊 dollar set dollar set 你直接是个json2 json2是不是就是一个对象 行 第二个数据就ok 那要注意 我们这里边有个括号啊 或者我把这里边都 把它放上来啊 仔细看 那接下来的话 接下来的话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 回调函数啊 叫function 一个回调函数啊 function 啊 方圣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 就是他修改数据以后 无论成功失败 他都执行这么一个回调函数 然后这里边有个 er or 和水纳 和这个data 行 那最后的话 我们是把callback 返回我们这个信息啊 callback 返回我们这个er 和这个data 行 你看一下 为啥我这里边要这么写呢 你仔细看一下官方文的啊 我们我们以前修改数据 还记得怎么修改吧 我们首先是吧 一个update why 首先第一个是不是条件 第二个是一个括号里边 是不是dollar set set里边是不是对象 这就是我们这里边 你再回到这 为啥这里边这样写 首先这是一个json数据 第二个是不是一个dollar set set一个json啊 就是表示我们修改的数据 然后最后回调函数 那这样增加数据也搞定 增加数据搞定以后 还唱个啥呢 是不是还唱个删除数据啊 但是我们这个模块 可能回头还要封装啊 叫删除数据 删除数据的话 那就简单了 对吧 只需要 你要查找的db.collection collection name 那我们看 删除它这里边叫什么呢 叫一个 delete many 或者是delete y 那我们给它封装一个 删除一条 delete y 那我们这里边叫 dlete delete y 这么个方法 删除一条 删除一条 那就是delete y db.collection 集合.delete y 删除什么数据呢 删除你这里边的 json 就是你这里边的条件 对吧 然后删除成功 一个回调函数 回调函数 然后把我们这个数据给它返回 那这样我们这个方法就分装好了 就是增加修改 删除 以及写实的方法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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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了 对吧 那实现以后 那我们简单的测试一下 简单测试一下 比如说现在的话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边有哪些数据啊 我在这里边我运行一下 我们简单的测试一下 我们刚才封装的这个方法啊 仔细看 我这里边我们运行一下 运行以后 那这里边 enemy 123456啊 123456登录 登录成功以后 这里边是不是有个iPhone4啊 iPhone4对吧 iPhone4是什么东西呢 是我们这个叫什么等于iPhone4 看一下啊 找到product iPhone4是不是一个开头啊 所以下面的话 我们写个方法 进行一个删除啊 我们看对不对啊 然后这里边我们没有删除 那我就写个app.dret delete app.get啊 app.get一个delete dret delete 删除 删除的话 这里边是不是会执行个回家函数啊 啊 dr 还有 不是叫dr req res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路由啊 删除数据 删除数据 我们看一下对不对啊 那接下来我们是否通过db.db.dl delete y 传入谁呢 传入我们这个prodoct product这个表 删除的条件是什么呢 删除的条件是你这个叫什么来着 我们刚才看到啊 叫这个tile对吧 tile等于 等于我们这里边的谁 你看一下啊 啊 我们先测一下我们这个封装 对不对啊 等于一个iPhone4 那你仔细看啊 title等于iPhone4 那接下来的话是一个回调函数 啊 回调函数 那这里边er er over和data 啊 如果er是不是就失败了 如果er 如果er表示是不是删除失败 啊 那else是不是就删除成功啊 那就是如果不等于er 那我打印出什么呢 打印出 啊 我给他打印一个啊 删除数据成功 yes.1个sind 删除数据成功 删除数据成功 行 那这时候你看一下 我们运行一下 运行以后 他是不是又要重新登录啊 啊 我们先就重新登录一下啊 来刷一下 登录登录 admi 哎 123456 点击登录 登录完成 以后我这里边执行人呢 执行一个叫dlete 仔细看啊 走 执行delete 是吧 删除数据成功啊 成功以后 你再回来再看一下啊 你仔细看我刷新一下 看iphone4还有没有了啊 刷新一下 没了吧 说明我们这里边封装的这个方法是没有问题啊 在这里边封装这个方法没有问题啊 行 那其他的话 我们回头我们下讲给大家讲这个增山改查的时候 我们再验证一下啊 再验证一下这两个方法到底对不对 行 那这一讲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 好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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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